11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出席中法经济峰会闭幕式 习近平在致辞中强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提升发展的内外联动性 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多汇集其他国家和人民 对法国欧洲工商界而言中国发展是极好机遇 中国的大门始终对世界打开希望法国欧洲的大门也对中国投资者公平敞开 习近平指出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欧关系 愿同法国和欧洲一道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 构建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环境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力 我们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本着开放连结绿色理念积极对接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 努力实现高标准会民生可持续目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我们要开拓创新加强中法发展规划对接 营造双向开放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 不断挖掘合作潜力培育合作亮点 我们要履行大国担当 合作破解全球治理赤字 维护多边主义 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龙表示 法方高度赞赏中国对外开放 相信这将为包括法国在内的各国提供重要机遇 法国企业要以奋勇争先的精神继续开拓中国市场 法国和欧洲也要对中国开放市场 欢迎中国企业投资 为他们提供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法中欧中要在应对气候变化 世界贸易组织改革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等方面 加强协调合作 杨洁篪 胡春华 王毅 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